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事容易退缩 一生在失业上都没有什么起色 下巴代表晚运 五十岁以后的运程 如果下巴过短 代表晚年财富不稳定 孤独没亲人陪伴 晚景凄凉 建议提早布局 不要乱投资 为晚年打下基础 二 眉浓发厚人必见 眉毛粗浓之人 性格刚直不知变通 破坏力大而少人爱之心 冲动做事 虽善于思考 当临世则冲动无智 一生多灾多难 头发粗硬向前坚挺 一则祖上无财产 无靠 二则行客父母 性格顾顾 而六亲无靠 出身必定贫寒卑贱 建议 调整心性 修整头发和眉毛 三 愁眉苦脸一生苦笑 整天愁眉苦脸的人 性格被动消极 怨气极大 不会轻易地相信他人 整天为了一点小事闷闷不乐 从来不会承认自己有错 喜欢推卸责任 没有人愿意与他们交往 朋友非常少 事业发展很不顺利 一生难有作为 建议 多读读经 懂得放下 改善心性 四 鼻小凹陷 鼻孔外露 鼻子小 缺乏主见 自信不足 鼻子凹陷 中年运势衰微 不利婚姻财运 鼻孔外露 财博公 漏财之相 总之 性格内敛 缺乏主见 做事没有魄力 遇到困难容易六神无主 缺乏领导力 反而心眼比较小 喜欢斤斤计较 为人处事方面不够大气 建议 戴眼镜改善 有意识地调整心性和消费习惯 五 头肩额窄无贵相 头顶尖的人一般比较聪明 但如果额头低窄 则智慧不在正路上 耍小聪明 缺少大智慧 这个就是眼界问题 目光短浅 心气不足 如何能成就大事呢 加上额头先天祖音不够 也没有背景 想要有大层次是很难的 建议 利用聪明的头脑多读书 中年拼搏 虽然难有大成 但小康是没问题的 六 两腮无肉 没有义气 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到腮骨 但腮骨明显 特别是没有肉的话 则奴仆供养气过墙 性格固执 报复心强 难以得到贵人帮扶或朋友协助 建议 心宽才能体胖 多和朋友结交 不要封闭自己 也不要牙字必报 在外都有个磕磕碰碰 七 双眼无神才蕴差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代表着一个人的心理 心智 如果一个人的双目呆至无神的话 除了先天身体状态不理想外 一般都是整个人浑浑噩噩 游手好闲 得过且过的状态 男人的十三种富贵体相 一 手指细长 手指细长的人一直都是富贵的一种命运发展 他们是脑力劳动者 动脑子的人永远是走在最前头的 他们赚得比较多 而且思维很活跃 想要成功绝对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只要给他们一个机会 他们立马变得富贵 而且这类人最大的特征就是一开始就很富贵 他们的出身都很优越 所以他们会少走很多弯路 在早年间 他们就可以展露头角了 所以这是一般人比不了的 平常人只能看着而已 他们的成就是无限大的 怎么计划就取决于他们自己 二 腰部宽圆有肉 男人是否拥有富贵命 可以从他们腰部进行判断 左右腰部稍微靠后的位置 如果宽圆有肉 就说明事业和财运都极为旺盛 这类男人天生就不是穷苦命 可以在职场中成为大领导 或者是拥有自己的公司 他们可以成为大老板 这类男人对于自己的人生和未来 有着明确的规划 思维活跃 精明敏锐 身边一旦出现商机 他们便能够第一时间将其牢牢攥在手心 这类男人虽然很有权有势 但性格宽厚仁慈 乐于助人 慷慨大方 因此可以不断积聚福德 还能够在冥冥之中得到上天的庇佑 所以综合运势肯定会变得极为旺盛 他们一生之中都不会缺钱花 手头宽裕 金钱多到花不完 到了年老的时候 会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 还能够获得很多优良的口碑 三 掌心突出 掌心突出 这种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很有福气 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以轻松躲过 而且愿意承担风险高的事情 并且还不会让自己出事 往往就是这样促使他们赚钱的 只要有了第一桶金 他们想要起步太容易了 四 后背挺拔 此类人能够洞悉一切 并且有着比较不俗的能力 在应对棘手的问题的时候 通常都会展现得非常优秀 所以这类人想要成功也很容易 只要找对了机会 差不多一次就可以成功 所以肯定能够拥有富贵的人生 五 小腿度纤长 腿箱里掩藏着一个人的运气行情 一个人的贫困或荣华富贵的路权 是依靠自己走出去的 而男生的小腿度纤长 意味着他的行动工作能力很强 办事的高效率和语言 表达能力都非常好 那样的男生会更有工作能力 造就一番工作 踏入荣华富贵之途 六 后背丰富 从相学视角而言 一个人的后背能够看得出 一个人的承载力和压力工作能力 后背的薄厚能够判断一个人的货福 后背的风鱼能够看得出这个人的荣华富贵运程 因此一个人后背的丰富是荣华富贵的代表 能够担负大量男生应当担负的重担 七 肚脐眼深阔 肚脐眼与筋络 六 肚脐相关 中医学上称之为神缺学 也是身体的管理中心位置 是人精气 气轮的规矩 筑藏之处 由于下扁牢牢地靠着的 便是气海学 肚脐眼网上 看起来深阔 此人则有聪慧和红福 假如可以容得下一颗离子果的话 此人则事业有成 名阳四海 因而肚脐眼深阔意味着一个人的福泽深厚 能够大福大贵 八 肚脯风亭 肚脯能够包囊未尝 而且消化吸收食材 很像人身体中的找帮气 腹腔往下坠滑落的 肚脯风亭的人相对说来 会出现较高的智力 填满造型艺术才气 也会出现非常好的财富运 艺术创意和念头会协助聚来 巨额钱财 腹腔看起来圆滚往下的 竹此人荣华富贵长命 因此肚脯风亭的人财运滚滚 好运多多 九 井厚肉多 井与薄相接 在体香术中 井一般代表着权力欲 支配欲 尚尽心 假如井部看起来坚挺挺直 而且光泽度润化 他是荣华富贵之相 人的颈部也意味着身体的致富之路 颈部看起来风源牢靠 这样的人击中必然大福大贵 十 乳房阔长 都说男生的胸口宽敞 意味着这胸有大志 能够宽容大量 有宏大的理想 一个男人的胸部阔厚广长 表明他们非常容易累积财富 且聪慧挑求 胸怀气宇不凡 个性化敢作敢当 办事让人钦佩 项目投资能够产生丰富的盈利 十一 手肘有窝 人的手肘是用于操纵抓物品的 手肘意味着你的行动观念 与行动工作能力 手肘有窝代表着一个人有藏财之处 意味着你是一个看到赚钱 机遇便会立刻行动和征得的男生 取得成功和财富的概率十分大 十二 手小且厚 都说女人手小抓宝 实际上男生也是一样的 手小且厚的人财气都不容易很差 男人手型较小且比较丰富 它是一双男生抓财的手 假如手臂皮肤颜色发红 也是大富贵的代表 十三 印堂学平隆 印堂学也称之为命官 这一味着平整 意味着着这一人一生工作 和婚姻生活一切顺利 没有尤其多苦恼之事 这一一部分千万别有伤疤 如果有伤疤 便会出现克子克己的运程 必须佩戴一些装运饰品 化解灾难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